嗨 歡迎收看週末大爆掛 你好 我是阿拉主播李沛軒 星期六下午的兩點鐘 歡迎您準時加入週末大爆掛的行列 我們小豪的午報已經結束了 所以歡迎大家幫我們換個房間 來看我們的週末大爆掛 您可以上YT搜尋大新聞大爆掛 幫我們找到我們的子頻 請幫我們愛用訂閱鍵 看到今天的縮圖先點個讚 打開聊天室加入Grampum 討論節目內容的行列 也感謝我們的網友何仙 現在等內週末正論最佳選擇 精彩點評隆迪家 下午好多喝水 對 我剛好看到一個快訊 就是說今天的台北信義區 是39.4度 全國最熱 39.4就是發高燒的狀態 所以大家要特別注意一下 這個補充水分真的重要 如果在你的行業工作 剛好要在日頭底下的話 也要務必注意 因為很擔心會有熱中暑的產生 所以觀眾朋友們 如果最方便也最安全的做法 就是幫我們躲在家裡 或躲在冷氣房裡 來收看我們的週末大爆掛 也請大家幫我們追起來 好 我們今天討論蠻多議題的 包含了總統府資政 就是全家都是賴家 或是賴的全家就是全世界 這個等一下我們會有三個人物 幫大家一一來解析 跟回顧一下他們是誰 除此之外呢 這個NCC啊 就政院玩了一個很賊的招啊 我傾向不講另外一個字 很賊的招 好 那現在讓翁伯中可以延任 並且代理主委 那接下來在黨該如何破這個局呢 印度神童阿南德來參加這個論壇啊 還特別被綠媒給用出動了主播專訪 那到底是認知作戰呢 還是真有其事今天將談好談滿 那我們就先歡迎我們第一小時這樣 優質的節目來賓 我們的波及楊明哥 我的午安 好 我們的顏政生 顏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韓兵哥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談吧 這個起底一下超狂的賴總統 他的總統府資政的名單 以及國策顧問的名單 這幾個其實我想楊明哥都深深有研究 我們後面再來聊那一位 大家都知道的記名啊 就是康寅壽 不過我們先講講曾經 涉嫌在這個MeToo爭議裡面 也中箭落馬的前總統府資政 嚴制發 又回鍋了 又再獲得了這一次被聘了是資政 那可是他當時的事件 我覺得還是有需要讓大家來回顧一下 他為什麼會涉嫌有MeToo的爭議呢 他那時候被下面的職員爆料說 他有言語騷擾啊 甚至有拍屁股啊 摸大腿的情況啊 請注意 2023年他才被爆出有這樣的事情 那是2017發生的 那2024現在怎麼樣啊 楊明哥他又可以華麗轉身出來了 那當時也是賴主席的賴清德 他的林榮忍 請問這個案子後來有沒有調查出結果來呢 其實還真的找不到相關的這個資料 就是無法知道說這個案子到底 進度 對對對 怎麼調查也沒有後續的進度 那我在想可能就是因為選舉的關係 他那個時候才要辭職 因為那時候MeToo擴大 不斷的擴大 那時候的唯一的進度就是說他辭職了 然後呢 本來第一時間他是對那個 指控他的女黨工提告 然後呢他在辭職同時他說他會撤告 所以後來到了8月 那是去年6月的事情MeToo的事情嘛 然後8月的時候呢 那個北檢就說 那因為這個嚴智發已經撤告 所以這個案子就不起訴 進度就到這邊就沒有進度了 那黨內調查就不知道了 對可是嚴智發自己是說 他願意接受什麼性評調查或什麼的 那至少比如說要嘛是小營自由會嘛 要嘛是在這個民進黨中央嘛 要嘛是在台北市的什麼社會局 或什麼相關的這些這個調查 這個主管的機關 都沒有啊 目前都沒有聽說有任何的 如果有的話 歡迎總統府提出相關的這個資料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總統府的執政跟國策顧問 是有一個依據啦 就是說他有一個辦法 你要怎麼臨聘 比如說最高是多少人 像執政最高不超過30人 這個國策顧問最高不超過 好像是90人 但是呢目前都沒有滿聘 那像這次賴智德是27跟好像72 對 那這個你可以看到這個辦法裡面 他其實是有提到 就是說第一個是什麼承認 什麼政府機關啦 民意機關的這個這個重要職務 或主要政黨負責人 政績卓著 好再來社會各領域 傑出或專業人要貢獻卓著 再來對國家有特殊貢獻 或對國家大忌有卓勢 這個塑見 就是說 這些人基本上 他不會是個Nobody 然後呢他一定是原本 在某些領域上面一定是很專長 比如說我們講顏志發 顏志發在哪個領域呢 在小英之友會 他是 對他是讓蔡英文連任的重要的 這個民間的友人 當然其實我是認為這個理由有點怪 但是這就是民進黨的邏輯 他就是說你很傑出 你的貢獻卓著 因為你貢獻讓小英連任 所以我要把你聘為執政 類似這樣的邏輯 但是那個時候2020年的時候的邏輯 好當你後來他發生了這個事情 這個所謂的MeToo 而賴靜德大家回顧一下 當時在MeToo整個延燒的時候 他是民進黨黨主席 他說了一句話 他說是我們要秉持 零容忍原則 對啊 那結果 現在可以忍了 你當了總統 你把有MeToo爭議 還沒有任何結案 如果今天有一個調查報告說 對這個顏志發是被冤枉的 我覺得OK啊 你總統府至少要附上這個東西吧 對不對 結果他的MeToo這個沒有 沒有一個ending啊 比如說像去年有一些這個演藝人員 被提出這個相關的這個指控的 後來到法庭他證明他的清白了 那他就會 他就會主動告訴大家 說我是被冤枉的 可是顏志發如果他是被冤枉的 或怎麼樣的話 那你至少要有個憑據吧 不是這樣子就稀里糊里 選後了 反正選舉完了 我當選了 我就把他聘回來 那當然顏志發我認為不是賴清德聘的 那個就是所謂的英系的力量拜託的 在角力 那當然因為蕭美琴是副總統 其實你從這個我們現在總統 這個國策顧問或資政他們的推薦 其實就是民進黨內的推薦 其實說穿的就是這樣 那他們去搶這個位置要幹嘛 其實你要知道資政沒有 他沒有權利啊 他的這個 他的那個那個我們的辦法裡面只有說 他們叫榮玉賢無幾職 只是可以向總統提供意見 沒了 對 就是總統有問題可以問問你 比如說今天如果是蘇貞昌 你當初在推動 假設他的一個重大政策什麼 這個眾數百里 你這個碰到什麼困難 可不可以給我一些建議 是這樣的一個概念啊 所以像行政院長 我跟你講如果今天放 謝長廷 蘇貞昌這些人 我沒有意見 這些人很適合 為什麼 因為過去馬英九時期 也曾經把陳聰 江儀化 這些人放進去 那為什麼 因為他們就是曾經擔任過 國家要職行政院長 他們對國家的政策或是政見 他們這個是非常清楚的 你可以從他們的這個諮詢當中 得到一些什麼 那我就問啊 那嚴治發 你是要問他被指控為 性騷擾的這個 加害者的時候 會有什麼樣的感覺嗎 你要執政他什麼 你要執他什麼 你要執詢他什麼 就這個讓 讓大家覺得很奇怪嘛 你總不能說今天 因為我選上了 過去的就一筆勾銷 賴皮療就不用信託 然後呢 這個嚴治發就可以來當執政 那這場選舉幹嘛 我們要選舉幹嘛 萬一就算我好運 不要怎麼 現在是又回到那個感覺嗎 對啊 但是我就突然提了一個 賴皮療勒 賴清德的老家 信託人嗎 信託人嗎 很快的 現在已經8月了 9月就是賴皮療被質疑滿一週年 奇怪我對他瞭解 他應該是手起刀落的 怎麼這幾件事情都完全不面對 最近綠營都在修理說 黃國昌的房子已經一年了 還沒拆 我們再來講啊 賴清德的房子也快一年了 還沒信託 那我們講回來 嚴治發只是一個小小的案例 那其實我對童勇很有意見 亮哥說他對童勇沒有意見 我對童勇很有意見 為什麼 我告訴你 我還去查了一下歷屆的 因為童勇原本2018到2024 就是到蔡英文卸任前 他是國策顧問 童勇就先讓大家稍微爆了一下 他就是賴清德總統的舅舅 就是阿姑 他是童子委 現在基隆市議長的阿公 就是爺爺 那他在基隆是一個廟的主委 好 那這樣的資格 如果他已經做了六年的國策顧問 好我覺得沒有問題 就讓他繼續當國策顧問 我都沒有意見 可是他被聘為執政 他是執政的人數比較少 而且我跟你講 執政在中方府是有辦公室的 很多人不知道 執政在總統府是有一個辦公的空間 讓他們沒事可以去那邊坐著 坐在那邊的 為什麼 因為像姚家文就很愛去總統府裡面 他就說他會 他就一直就說我是在總統府上班那種感覺 他隨時可以去影響 總統的這個權利 那去年還有一個很好笑的事情 就是有一位執政叫李茂勝 他這次也被聘了 他發了一個喊叫 李茂勝執政喊 喊給誰喊給行政院 說我要帶誰帶誰去拜會你行政院長 你知道他們執政已經變成可以乾政了 這個是很離譜的事情 可是呢 好不管 可是你把你的舅舅 任命為 執政 我告訴你連蔣經國都不敢 蔣經國時期的執政沒有蔣家仁 沒有啊 沒有他的親戚啊 李登輝沒有啊 馬英九沒有啊 陳水扁沒有啊 蔡英文只有親戚去當官的 當這個司法院行政院 什麼行政法院院長的 沒有當執政的 也許賴清德就是從蔡英文學來的 在路上鑰匙那個鑰匙交給你了 你可以聘你的親戚來當官 所以蔡英文跟賴清德 這兩個人才是一直用親戚來當 不管是有實權或沒有實權的官 可是不妥 為什麼不妥 我講一個小故事 最近賴清德貼了一張 跟李登輝前總統的合照 講了一副 因為李登輝前總統 這個剛過世 這個 這個忌日剛過 那 講了一副好像 我還要延續李前總統的醫院怎麼樣 李登輝前總統 他在這個 他當副總統到總統的時候 他的父親叫李金龍 他的父親因為曾經在地方做過議員 所以呢 他們有很多那種地方的陳情的案子 就想說那我直接找總統就好了 我告訴你 那時候李登輝全部擋在門外 他甚至連家都不敢回 他不要被他爸爸影響 搞到他們家其實對他是 有點意見的 那個時候其實有蠻多書都有寫到這一段 那 可是你賴清德呢 我直接把舅舅 供在總統府的執政 我覺得 你不能拿什麼基隆 他在基隆什麼有什麼地方 正因為他是你的親舅舅 他不是那種遠親啊 他就是他媽媽的哥哥啊 這不是遠親啊 那你就直接把他放進去 我就想說哇中華民國 現在居然有個同國舅啊 我以為我們在看以前那個古裝劇 你知道嗎 哎呀國舅啦 宣同國舅 國舅禁見 還賞萬歲萬歲萬萬歲 所以今天 你今天要搞這個東西 我覺得如果今天你延續他 繼續當國策顧問我沒有意見 因為這是蔡英文時期已經聘的 你就只是延續而已 我覺得這還好 你把他升了一階 到了執政這個地位 我覺得就很有就很有問題 因為你連最基本的他是你的親人 賴欣德一直都說自己多偉大多偉大 從他的這個資政國策顧問名單 你就知道他的標準很低 那至於康英壽我們等一下再聊 感謝一下我們的一些官員朋友 我們的斗內就是Synfia的斗內 提醒我記得喝水防重 屬要X的KS斗內 感謝吳枝燕的兩度斗內 說他又來了 而且他說我們中天也有阿南沙 非常感謝 最近暫時還沒有夢到地震 希望真的沒有 感謝胖班主的斗內 放舅舅當資政真的是清德宗無物荒謬至極 感謝首手的斗內 他說這個清德宗的官員 哪一個不是皇清國氣的 感謝吳枝燕的斗內 所以他認為賴清德的舅舅 要職位是國舅還是貝勒爺 還是王爺 感謝何仙仙的斗內 只是先安撫一下 之後還是要一個一個辦 他說阿德就是這樣的人 鄭文燦不是也先入閣了 還不是也被壓進去 感謝詹夢學的斗內 這個是被最親近信任的人 詐欺感情金錢 我該放軟 原諒他還是提告兩清呢 感謝我們觀眾朋友 不同的意見分享 跟很多不同的劇本的解析 對 講到劇本解析 我要請教韓兵哥 因為昨天看到了 這個炎智發又被聘回來 這件事情 亮哥是認為啦 因為他其實也身兼 就是小英之友會的總會長的身份 亮哥覺得說 難道是要用這樣的動作 賴清德要跟蔡英文修好嗎 那另外蘇貞昌入列 在資政的用意又是為何呢 其實說真的 你用個資政或顧問這種無幾職 去籠絡一些人 滿足一些人的虛榮心 很划得來啊 嗯 輕輕鬆鬆的 對 輕輕鬆鬆 這也不費半毛錢 對不對 發個證書給他就是了嘛 這個OK的啊 無所謂啊 我覺得這個名單 其實我看的覺得蠻好 對啊 真的挺好啊 其實我只是覺得比較可惜啦 就是童勇只是列資政 我覺得不夠 應該他不是 賴清德不是有一個什麼 什麼健康推動全台健康委員會嗎 全民健康委員會 要找他當召集人啊 好有說服力啊 欸 他98歲 好有說服力 對不對 他不當召集人誰當召集人啊 對 他提出的指引我一定會照做 是啊 對啊 我覺得他他教你做你還不照做 那你就別想活到98歲 就是這樣不是很好嗎 我覺得OK的 拜託古代國舊隨便都要封公欸 對不對 他才封他一個資政我覺得你很委屈欸 對不對 而且這個 我跟你講我們看是這樣喔 你們真的是 搞不清楚狀況 你要知道別人看是覺得賴清德有情有義啊 對 對啊 都照顧自己人啊 你看他的親戚朋友多好 每一個都可以上位 對 對啊 雞犬升天這樣多好 那言自發 誰說他不能當資政顧問 都可以啊 拜託 被人家搞得這麼難聽 講到這樣性騷擾 然後結果呢全身而退 對 民進黨未來還會有很多這種事情發生啊 你不留他顧問請教怎麼行 所以陳凱玲算是吵出來太極了 對啊 我覺得這個搞不好過 下一任搞不好他連陳宗彥都聘回來了 我跟你講我覺得非常有可能 因為以賴清德這種完全不演了 你知道賴清德這個名單有一個 當然可以看得出來有親友團嘛 有過去的這一些政治勢力派系 這一些團 獨派的團 那他整個名單其實在告訴你一件什麼事情 你知道 只要跟著我賴清德走 就保證你吃香喝啦 對 對啊 那這個訊息非常明確 所以就告訴大家 升官發財請入池門 你知道 如果你真的想當什麼忠誠烈士 就趕快滾遠一點 就是這樣子啊 賴清德要散佈的訊息就是這樣 我覺得這個非常好啊 以後就可以保證這個政府都是這些 髒頭鼠目的 這樣很好 因為大家都是為了升官發財 我覺得很OK 因為賴清德要的就是這種聽話的人 所以我覺得很好 就是以後都專門找這種人就對了 那賴清德其實他 他的態度其實很明顯 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個很剛畢之用 囂張拔糊人 所以他就在告訴你政習天下 政不給的你不能要 就是這麼簡單 那現在呢 我覺得賴清德最大的危機 他恐怕還是要去 稍微籠絡一下蔡英文 你看最近這兩天發生一件事 林玉婷那個事情 林玉婷 蔡英文發一個文 你知道全部的 哇塞 大家去瘋狂按讚啊 然後分享幹嘛的 賴清德其實也發文 沒什麼人理他 而且我跟你講這種大小眼 不是只有我們台灣人是這樣 連外國媒體 因為時代週刊有影 說那個 因為台灣民眾對林玉婷 被這樣講很憤慨 說連前總統蔡英文都講 那我們賴總統呢 他完全沒提 完全沒提賴清德 你就知道不管是國際 還是在台灣內部 現在賴清德的分量 都遠遠擠不上蔡英文 這個對賴清德來講 是不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所以現在對賴清德來說 他大概也知道 自己至少短期之內 是沒有辦法壓過蔡英文的風頭 你看蔡英文最近隨便做一些什麼東西 人家還出寫真集耶 對 辣來 這 他應該是 我應該不可能會記錯吧 應該 應該是中華民國立憲總統 只有他出過寫真集 所以你看人家隨便出過寫真集 一個上午就賣光 然後呢 你看還那個 公不應求 然後一大堆人搶著藥 賴清德去出出看 你看會有多少人要 所以我覺得 對賴清德來說 現在要怎麼樣慢慢慢慢的 把蔡英文的勢力鑿除 可是又不能直接得罪他 對他來講是一個很高難度的技巧 以賴清德這麼草率的人 這麼粗暴的人來說 他之前已經做了好幾件錯事 我看已經惹了 小英不太高興 所以他現在要暫時緩和一下 重新站穩腳步 然後才慢慢慢慢的 把自己的權力鞏固 對賴清德來講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大家先不要急 那海濱哥 蘇貞昌呢 你認為被擺在這裡面 蘇貞昌還好你籠絡一下蘇貞 也沒什麼嘛 給他一個榮賢 老實講 就是看起來好像表面上 是他很照顧他 實際上你請他當執政又怎樣 就跟那種什麼榮譽主席 榮譽什麼什麼樣 你真的認為賴清德會 去問蘇貞昌的意見嗎 當然不會啊 你都不會理他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騙人的東西嘛 那這些250喜歡這種榮賢就去吧 就大家互相都高興就好 顏教授 亮哥他認為為什麼這個蔡賴之間 或是賴要跟蔡 來進行一些和解或和好 是因為他認為小英出的 那個辣台妹寫真 我們剛剛在講的 就顯現出來 好像是有這麼一點 要出手的味道了 我先回頭講一下資政 我覺得蘇貞昌跟謝長廷 按照過去我們對資政的理解 都是要院長級的 才能夠做到資政 部長最以前都是只能夠做 國策顧問而已 現在不一樣 我覺得現在好開放 真的是這個叫做 資政跟國策顧問民主化 這個多元化了 非常那個 那就不在乎你過去的 對社會的貢獻是什麼 你只要對這個黨 對這個主席有貢獻 我覺得就可以了 那我也要特別還是要提一下 我要真的要 又要開始再找這個 我們這個民進黨裡頭 什麼像范雲啊 這些女性的立委 你們是不是要出來講句話 Me too 因為英國當年的外務大臣 只是就是 就是跟女記者 有一些騷擾動作 沒有摸聲讓 就是騷擾動作 就辭職了 所以這個是蠻嚴肅的問題 那我自己在美國 剛好碰到那個 美國的大法官 這是就是現在還在 這個黑人Thomas 那個時候也是說 他騷擾另外他的同事 女同事 結果我們學校教授 全部去上課 上什麼樣的構成性評 就什麼樣構成性騷擾 所以後來搞到我們 每個老師的辦公室大門 都是打開的 萬一女學生進來 門一定是要開的對不對 很多東西都學會 而且講話都不行 都學了 很多甚至說 你像台灣以前喜歡 在辦公室放一些 有些人喜歡放AV 女優的什麼照片 什麼 這個也構成性騷擾 這個不能 你可以放在抽屜裡頭 但不能放在外面 就很多這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 常常要講是進步黨 美國一講到Progressive 進步 絕對都是對這種 女性的議題 對性騷擾議題 非常嚴重的 可是這個黨 完全跟他的名字是相反的 那我覺得另外就是賴清德也不演 就是他們用人他的這種態度 好像為了選舉可以跟你擺出一套 這個好像我對這個抄襲也有很大的意見 我對這個姓評的議題 對這種性騷擾 就是叫玲瓏忍 可是一選完就丟掉 我覺得這個也丟得太快了 那應該就是說要稍微 至少要假裝也要假裝一下子 我覺得這個對賴清德下一次選舉 絕對不是好事 那回頭來看他跟小英的關係 我覺得真的是 他可能低估了他上台之後 他馬上就是 就是 就是最高領導人 那所以應該完全可以掌控 但是他忘了他在國際上面的 可能的接軌還不夠 那如果 而且如果說今天他真正得罪小英 小英的國際接軌比他多很多 那會不會透過外面來整回他 那我覺得他是必須要擔心一下的 那只是看了 那整到了小英下面的這個 我們講說這個 最偏愛的這個鄭文燦 我覺得已經夠了 我覺得你要是再往上面 去會讓這個前任 大家就要於死往破了 如果你在往上 就好像現在我們講 南非他的前任總統 因為貪腐下台之後 被關過一陣子 那現在回頭來選議員 然後現在選了把那個執政黨分裂了 分裂以後現在執政黨把他給開除了 我覺得這個是常常我看到 在非洲前後任總統鬧翻的很多 所以如果他們今天鬧翻 我一點也不覺得奇怪 只是我覺得今天賴清閣 在自己還沒有完全掌控 而且你在你現在不是國會的多數的時候 你稍微要假裝也要假裝一下 至少你們民進黨裡頭 不要讓人家趕去上分裂了 感謝Cynthia的斗內 他說他也要抖一個給阿南沙 非常感謝 感謝阿豪的斗內說 國策顧問地攤化 以前是名牌貨 現在是C貨 感謝我們Graham這麼會比喻 那對我們要介紹到這個 楊明哥過去曾經跟我們多次起底的季民 他也是在這一次 他是被聘為國策顧問 那他就康瑩壽啦 那康瑩壽他其實有幾個案子 非常的有爭議 包含了他就是有非法賣藥的問題 那他是這個電台的主持人嘛 那還有包含了 在2020年的時候撞人重傷 使人家癱瘓臥床 可是為什麼季民這麼重要 賴清德為什麼這麼信他 是不是因為他過去也是把賴清德 從醫生成功的慢慢轉為 是一個政治人物的關鍵角色嗎 楊明哥這段故事要請幫我們來講講了 其實賴清德有一段他這個做 就是從地下電台 他也在那邊等於說 應該說在台南在中南部 你要從從政 你要跟這些地下電台 必須要有很密切的關係 像王定宇也說他主持過這個地下電台 對 所以呢像賴清德也有類似這樣的一個遭遇 就是說康瑩壽其實就是 幫助賴清德就是類似這樣的一個模式 那這個我們給大家先看一下 這個是去年六月份 去年六月就是賴清德回台南 去一家肉燥飯 對 那個叫林家肉燥飯去吃飯 然後這個就是康瑩壽 這個就是康瑩壽 這個行程沒有公開 那時候我們好像原本也不太知道 他廬山真面目對不對 在那之前 其實地方在台南地方都知道他是誰 只是說因為他是電台嘛 所以他通常都只有聲音 那但是他們兩個人要公開合照 比機會不是說沒有 因為有時候都在造勢場 就是大堆頭 但是很難得有這兩個人 同一桌的這樣的一個合照 那這個是因為他們家店家 把他們拍下來 那這個店家 這個行程是不公開的 就是賴清德也是被店家貼出來才曝光 那不管怎麼樣 這個他們兩個人的互動其實非常密切 那康瑩壽他當然他一個電台的一個主持人 能夠變成一個所謂的到現在變成一個所謂的總統 信任圈裡面的一個很重要的關鍵人物 他有他這個脈絡 在台南人家講到 既別人不會想到春交都想到清德 那這個就是因為他們有所謂的政治夥伴關係 那當然這個其實如果要問這個關係的話 那個謝龍介的形容就是四個字 麻吉麻吉 他直接把賴清德跟這個康瑩壽就是麻吉麻吉 去年九月賴清德選總統選得如火如荼 還特地回台南幫這個康瑩壽助壽 對 所以這個他們兩個人的這個交情就不用否認 只是我覺得訝異的就是說 理論上這種民間友人你就放在民間 你怎麼會讓他放進國策顧問的名單 是誰要的 是康瑩壽想要當一個國師 還是賴清德覺得我不能沒有你 如果今天這兩個不管是哪一個 我覺得都不對 哪一個人的主動關係對不對 你還記得我們剛剛上一段我們提到 就是那個國策顧問領選的重要的 請問這位紀元 他在哪一個部分對國家貢獻卓越 請問他有哪一個專長領域 這個非常成效卓著 賣藥嗎 賣假藥賣的成效卓著嗎 那個誇大療效被還起訴成效卓著 開車撞到路人 然後撞傷了 然後還他現在還在緩刑中 因為他是去年才判刑定業 所以呢他有兩年的緩刑期 他現在還在緩刑期 然後呢他現在被聘為國策顧問 就能看嗎 這賴總統我覺得有時候你很難想像 他為了要把他的身邊這種所謂的小圈圈 放進他的信任圈 他是極盡這個知能事 極盡不 就是不擇手段 我只能說不擇手段 而且我放了我名單公布了 我不說來講 這幾天大家質疑了這兩天 完全不回應 不管是顏自發 不管是康銀壽 不管是誰 不回應就是不回應 這就是賴清德的性格 我就是要這個人 不然你怎麼走 那當然其實康銀壽過去在台南市政府 就是賴清德當他市長的時候 他就是市政顧問 他就已經是他的市政顧問了 所以這一路走來 沒有康銀壽就沒有賴清德的那種感覺 對 那我還要講一個 賴清德其實過去曾經是 他們他曾經跟一群朋友 成立了一個叫做 啄木鳥文教基金會 那這個基金會呢 他是大概 1999年民國88年左右 那時候登記成立的 那這個大概在2007年開始 康銀壽就成為 這個財團法人基金會裡面的董事 那那個時候賴清德已經不在 這個董監事名單 因為他去當立法委員了 可是在1999年設立的時候 賴清德是這個基金會的董事長 而康銀壽一路當董事當到現在 那你就知道 這個跟賴清德關係非常密切的基金會 都會有這個康銀壽的生意 你就知道他們兩個人的互動非常非常密切 你看像比如說我舉一個 念幾個這個他那個基金會的這個董事名單 裡面有一個叫黃仙柱 其實這個是我們都講這個調阿森 他已經離開了啦 他已經離開了 他原本是這個民進黨的台南市黨部主委 他也是賴清德的算亦師亦友的 非常重要的夥伴 你看他也在這個基金會裡面擔任董事 所以我只能說這個非常的有趣 我補充一下康銀壽現在在2020年開始 他是這個基金會的董事長 不過我覺得康銀壽對我們台灣 這個喜盛中心的貢獻 我覺得這個是他大概蠻不錯的 健康台灣他應該也是要進健康台灣委員會 好聽的一句話 感謝我們的這個觀眾朋友 我們在裡面大家在很認真的討論 何先生也在討論說 智民在賴清德當台南市長的時候 就已經是市政顧問了 現在給一個資政不過分 我大清德就是霸氣 對我剛剛想一想 你看智民跟春娇還是我咖哩雄厚的高家 可是你看智民跟清德 是可以一路再從我們剛剛講的市府顧問 到現在變成國策顧問 我再補充一個啦 一般來講你覺得在台南買一棟豪宅 大概有多少錢 兩三千萬應該了不起了對不對 我以為一千多萬 兩三千萬 那個啊光電宅記不記得 陳凱琳他們不是那時候買房子 他們不是那個價格都是在兩千萬上下嗎 那個已經就是豪宅了 那剛好就很巧 剛好這個季蓮有一個 就是這個康寅壽 他有一個判決書跟他無關 只是一個不動產的代銷業者 跟另外一個就是當事人的這個互告 好那主要互告就是說 你已經委託我們賣你的房子了 結果你又自己爬去賣給康寅壽 所以有一個這樣的官司 他只是連帶被提及而已 就是他叫宿外人 就是跟這個官司沒有關係 但是呢 他是關係人 然後結果那個價格是多少 他就是這個 這個當事人要賣給這家 就是跟這個不動產關係企業 這個委託的 那個價格是五千多萬 就是這個房地產要賣五千多萬 然後最後賣給了康寅壽 那你就知道康寅壽在台南的這個身價 有多高了 了不起 感謝陳蔡耀老師的斗內 大綠黨就是從地下電台賣藥起家 這些賣藥當然都是公在黨國 肯定要給他們一些回饋 這跟林非凡問什麼 到現在都還能夠一直有官位 可以任職一樣 因為公在黨國 那我想說應該有個匾額就可以了 就沒有人家是給他一個國策顧問 我今天看到一則報道 那這個照片裡面有一些照片 其實蠻明顯的 他就是在講說康寅壽跟賴清德的交情有多好 合照或大堆頭 即便是一群人在場 他還是可以站在賴清德旁邊的那個C位 反倒有一些照片 像台南市長黃偉哲也好 其他的綠委像賴慧元也好 都被退到第二線 或是在旁邊這邊 所以只有康寅壽是可以真真正正的 站在賴清德旁邊的 賴清德520就職的時候 這台南辦手禮你可以想像嗎 其中一項他有兩項 其中一項是台南市政府準備 另外一項說是康寅壽來提供的 這個不稀奇啊 他是提供什麼藥嗎 你剛說 那個黃偉哲跟賴慧元 都沒有辦法站到更重要的位置 當然啊 黃偉哲賴慧元這些 在賴清德眼中是聖喊的 那如果林俊憲跟郭國文呢 林俊憲跟郭國文是聖喊的聖喊的 他們都是靠邊站的 有康寅壽在 一定是康寅壽站在旁邊 一定很正常嘛 地位不一樣身份不一樣 我們什麼關係 你什麼關係 因為這些人是要靠賴清德的 可是賴清德要靠康寅壽 差別就在這裡啊 所以當然是康寅壽的地位比較重要 這很正常啊 那他現在給康寅壽這個 這個執政這個 顧問 國社顧問 他是顧問 他給他顧問這個角色 你知道 這從此以後 所有中南部的地下店 賣藥台全部為他所用 對不對 大家都看到啦 賣藥台也可以輸人頭地 真的耶 多好 而且這些電台本來就 專門在幫民進黨在洗地 你知道我經常聽 因為計程車司機 很多人喜歡聽這種東西 你知道 然後我常常坐計程車 我就有的時候就會聽到 你知道很多事情 他們可以完全不照事實 天花亂墜 隨便你講 所以賣藥是輔啦 賣藥為輔 他其實就是主要都在談一些 有的帶風向 他們就是 可能就是每一次就是有發生 他們也一樣會談十四期 就跟我們節目差不多 只是他評論的方式 就是完全沒有任何事實依據 他們完全靠自己腦補 然後就是你看這些中國人 又來殘害我們阿德 要不然就是又來欺負我們小英 哪可以讓這些中國 中國狗 講北京話的來欺負我們台灣人 講一講句都是這些東西 然後很多人都聽得很爽 我看有的司機聽了在那邊笑呵呵 那我跟你講這些地下賣藥電台 這個洗腦的程度有多強 因為我以前是社會記者 你知道中南部一大堆的阿公阿嬤 家裡頭堆了整個房間全部都一樣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覺得那個主持人好可憐 因為他每天聽嘛 說這個主持人身體不好 就是吃這個藥好了 然後家裡又很窮 從小到貧困 你不給他多贊助一點 多給他買一些東西 他們會活不下去啊 只是他們經營這些電台很辛苦 有這麼多員工要養啊 你知道 那個幫我來打藥藥拿進來 我們也有很多員工要養 我也是蠻可憐 我們電台在關掉 所以你們中間也可以開始賣藥 我講實在話 因為說這些南部地下電台 都是這樣洗腦的啊 然後這些阿公阿嬤真的都相信 然後買了一屋子 然後自己根本也吃不完 你知道因為太多了嘛 根本吃不完 然後他的什麼兒子啊 孫子來啊 還跟他們講要拿錢來 跟去跟他買藥 然後去買藥 甚至有的把房子賣掉 去跟他買藥 你知道一大堆這種 其實基本上就跟遇到 金光港詐病集團 沒什麼兩樣啊 但是他們就堅信不疑啊 他們就覺得 他們是在幫助一個好人 然後這些人為台灣出錢出力 很辛苦 然後這些員工生活都很可憐 實際上這些電台 主持人一個一個都比這些阿公阿嬤有錢 對 就是這樣子啊 然後換來的結果 就是剛剛老師講的 就是中南部一大堆洗腎 就吃那些奇迪怪怪的藥 所以大概一屆還蠻喜歡他們的 是啊 一屆當然喜歡啊 這些人算是幫他們製造客戶 欸我們有網友在裡面回說 這個不一定要有藥證 可是要有檔證 是啊 本來就是啊 本來就是啊 所以我覺得 我一直在講 賴清德這個名單好就好在 訊息非常明確 你知道 就是 不管你過去 多麼狗屁倒招 你做了什麼十惡不赦的事情 只要你支持我 只要你為我所用 你就有機會積取你增添 這個訊息這麼明確 我跟你講以後大家都知道 應該怎麼做 所以我覺得賴清德幹得很好 希望繼續往這個方向努力 欸那個大家在那邊講那個益生菌 益生菌又不是藥 我們再想看辦法 就是我可能再帶一些那個情感進來 再加一點那個馬錦濤的演技 看能不能打動大家 這個再順便帶一些風向進去 這可能才是生存之道 又學到一課了 每天都在這個開發新的 要如何這個重振政論節目的新選擇 那感謝這個秋冒雨的斗內啊 呃 配你看日出 他跟我說動算 也慶祝民眾黨生日快樂 內鬥愉快 你今天按讚了嗎 敬點地球的好公民義務 略盡綿薄之力 感謝五支煙的斗內 他是覺得郭國文雖然被認為是 Cehan當中的小弟 可是他投入美式足球的話 還是一個不錯的四分位 大家都已經看過他的身手了 感謝陳燦耀的斗內 從今天開始 莎莎固定兩點再大爆掛 先賣慘十分鐘再開始節目 試試看再試試看 我來糾正一下 不是四分位 跑位 嗯 比較更合適 對四分位就是touchdown嗎 四分位是丟球的 不過四分位有些也會很會跑 是 要閃人家來攻擊他 但是這種方面 我看他那個跑法 比較像跑位 呵呵呵 海鮑哥你要補充啊 沒有我就說以後 你們節目就改變形態 每十分鐘就給莎莎彈一下 然後就看什麼朋友 哈哈哈哈 試試看 搞不好業績不錯 而且我還不用賣慘 我光開口講台語 你就覺得我可憐 結果叫村椒了 哈哈哈哈 好我思考一下 等一下幫我打一個新的那個名字 就是村椒後面有一個CTI多少代碼 感謝泰宇專家的dolnet 賣壯陽藥是最好賺的 這個中天可以找 原汁歷史哥來幫忙廣告工商一下 我找原汁還要賣到壯陽藥嗎 原汁還有其他可以值得 很有說服力要賣的東西 呵呵 感謝北極新的dolnet 美兵哥什麼時候再來慈禮 這個家鄉歡迎您 那這個 因為我湖南慈禮人 啊你會再回去嗎 有機會我會再回去 我們家鄉其實很漂亮 我要推薦給大家一項新產品 是我非常喜歡的 在最近中間推出的新品牌 蘆惠保濕舒緩凝膠 他擦了之後呢 除了可以緩解日曬之後的不適 最重要的是可以作為日常的肌膚保養 所以您只要看完接下來影片之後 你就可以清楚了解到 蘆惠保濕舒緩凝膠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蘆惠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惠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惠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惠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惠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 剩下的視訊